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小米平板6 那這東西其實已經出來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簡單來開箱一下它的硬體 它的外觀 那接著我會把重點放在 我如何把它改造成一台全能的影音平板 OK Let's go 那小米平板6一共有三種顏色 那分別是白 藍 黑 那我的是淺藍色 那我還有另外加購一個副廠的皮套 那我會比較推薦這個副廠的皮套 因為原廠的它的磁吸皮套 它是用磁吸的 那只有兩片 正面跟背面 那我會比較推薦這個副廠的 因為它是四周全包覆 那比較不會有掉落的問題 旁邊它也有附一個筆槽 如果你有加買觸控筆的話 也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那再來為什麼我會選小米平板6 那因為平板這個東西啊 各家其實都有出 那為了增加銷售亮點 所以它們會添加各種一些行銷的亮點 像是手寫筆啦 鍵盤模式啦 讓用戶有一種 買來可以工作 然後當作生產力工具 不過我自己其實很清楚自己的需求 那我的平板就是純娛樂 拿來追劇看片看漫畫 那偶爾灌個模擬器 然後來打電動 所以螢幕好 喇叭聲音好 那處理器順 其實對我來說就可以 那其他功能都是多的 附加價值都不大 那所以我連鍵盤皮套都沒有買 那小米平板6啊 它處理器採用的是高通S870 那有8加256G 效能基本上就是中階手機以上的水平 那它是全金屬機身 那霧面磨砂的質感很不錯 那又很薄 那螢幕解析度有2K 更新率有1440Hz 那支援DCi P3 也支援杜比世界HDR10 那周邊有4顆喇叭 聲音是相當的不錯 這一組長得像小米13 Pro的相機 其實也還不錯 有1300萬畫素 那支援自動對焦 也支援4K 30fps的錄影 那你臨時要拍一些東西也是夠用 電池有8840mAh 那支援33瓦快充 那也支援藍牙5.2 Wi-Fi 6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規格 它只賣10390 CP值算是相當的高 那其實我本來也有去看三星的平板 那但是A系列的規格太差 S系列又貴2倍 這個價錢我真的是沒辦法 那小米的性價比真的還是高很多 再來講到我如何把它改裝成全能追劇平板 那這台小米平板6啊 其實我是拿來買給媽媽用 那功能就是愛奇藝沒有生產力 那其實我手邊有很多好康的App 但是它之前的那台醉劇平板 型號真的是太老太舊 導致我手邊有很多App 其實都已經裝不上去 那現在可以直接全上 那第一個我們來介紹的就是 YouTube的Revency YT一定是出勤率最高的 那我家其實很早就退第四台 看新聞都用YT 所以Revency就不用多說 它可以直接幫你跳過所有的廣告 無論看啥都不會出現 而且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 它連影片主動插播的那種業配 它都會跳過 非常的神奇 那在右邊上下滑可以調整音量 那左邊滑動可以調整亮度 那也可以背景播放也可以小視窗 那有了這些功能 你拿來看YT 或者是拿來純聽音樂 用這套就夠了 那再來是我們講到追劇用的 目前我推薦這一套可可影視 你裝上去之後什麼影片都有 我不用多說大家直接看畫面 真的各種新片新劇都有 畫質不錯又挺順暢 那還有一個APP我也蠻推薦的 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可以換線路源 你不用再找一些更新的版本 你只要裝上去也是一樣 什麼影片都有 不用多說大家直接看畫面 各種新片新劇都有 畫質不錯又蠻順暢的 那另外啊其實大家也會看一些 第四台上面的一些新聞頻道 或者是體育直播 那我之前常用的是那個星火直播 那目前它的APP已經被下架了 所以前陣子它的作者有聯絡我 然後說他們目前改版到網頁版 那所以你只要連上這個網址 那你就可以連到這個星火直播 它提供的官方網站 那直接打開裡面的頻道 然後直接收看那個直播 那比如說體育直播啦 或者是台灣的一些電視綜藝節目 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 那我目前啊 都是用這幾套去滿足我 一些追劇啦 看綜藝啦 看新聞啦 的一些功能 安裝跟下載的部分 我會寫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大家歡迎到這個資訊欄的連結 我會把教學連結都寫在上面 好 今天的小米平板6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對這台平板 或者是一些好康的APP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還有一個小米平板6開箱 而且更多康的部分 可以在這台平板上會看 我們不會再壞 我們會再次提供 大家看壞 我們會再壞 我們會不會再壞